娱乐圈的明星们都是相当宠孩子的,李香对女儿王诗玲就是相当宠逆,王诗玲的吃穿用度都是最好的,因为王诗玲使用的东西全是奢侈品,简直是太夸张了。 就连王诗玲过生日,李香花了就爱买了一个用玫瑰花做的娃娃为她庆生,可真的是有钱限制了我的想象啊,跳水皇后郭晶晶就是嫁入豪门了,她的老公是霍启刚,香港的超级大富豪家族,霍启刚的父亲就是霍振亭了。 霍振亭在最近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,郭晶晶真是太简直了,以至于压力很大。 近日,霍振亭出席龙州比赛,并担任颁奖嘉宾,在现场霍振亭的名气还是很大的,媒体也很八卦地询问孙子孙女的情况,询问是否会让他们接触龙州? 提到孙子孙女霍振亭就吐槽了,郭晶晶以前是运动人,不过当妈后,不要就每天监督孩子们读书,我都想让她不要有这样大的压力。 并且还抱怨到孙子还在做功课,霍振亭虽然成中名人,但很少对外界评投论足,更甚少谈及家事。 她对郭晶晶几次抱怨的原因,都是因为自己陪孙子的时间变少了,郭晶晶自从宣布要退出跳水之后,在家乡夫教子,现在每天晚上都要盯着儿子读书。 小小年纪的霍中西确实胆识过人,三岁就已经学会踩单车,并且横冲直撞,霍中西几个月前还陪妈妈和娘家做傻事,与生人见面也不会害羞。 霍中西,上个月已经开始读响,学了,那家夫妻俩还陪儿子去面试,他们就读的学校学费在六万港元一年,霍振亭正因为孙子白天要上学,晚上回来还要读书,以至于没有时间陪她儿在郭晶晶面前抱怨。 郭晶晶虽然嫁入豪门,退出了跳水,在家乡夫教子,在生活中郭晶晶特别的节俭,深受老百姓喜爱。